謝謝大家的這麼冷的天氣台過來遞言獎 因為我個頭比較小 所以我站在獎台大家可能看得比較大 我先站在旁邊等我一下 首先呢就是說 原本今天的獎題是從中醫古籍 就是討論中醫古籍中的養生智慧 那原本這個獎題其實是好幾個月前 半年以前就可以敲定了 但是我覺得 福人的養生智慧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從心理上奪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養生的關鍵中的關鍵 大家可能都吃了很多健康食品 就覺得葉黃素非常好 維他命C 抗氧化非常好 可是你們發現我們吃那麼多 身體有比較健康嗎 好像他都沒有 越吃越害越很多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也是關鍵的問題 我們其實搞錯了 其實原本的講題也是從心理流合 但是我想我主題做個調整 重新治病 這個比較切合我們要講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從這個角度 大家來理解一下 心理上對身體的影響怎麼樣 然後等大家理解心理對身體的影響之後 我最後會去舉出很多例子 然後讓大家去體會 怎麼樣去感受這些人神奇神機的 權利和方法 最後會提出一個方法 讓大家可以真正的去執行 然後可以對大家在生活上 工作上 家庭上都用到的方法 那我想今天就先從這裡開始 開始講 我個人的經驗比較特別 如果跟大家來講 我原本以前是結構機師 那以前變成台灣大學 委務工程研究系研究所 然後有拿到結構機師的一個執照 那因為工作應該沒有累的 但是我最累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月 加班時數108個小時 換算起來 104個小時 換算起來 那個月多工作了13天這樣子 那工作完那一個月 那時候是11月 工作完之後 案子結束了 然後放假 突然不曉得幹嘛 所以就覺得 對我來講 我想找 找學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後來我覺得 我對中醫其實感生比較有興趣 那我覺得 幫助人啊 情醫的話 是 我覺得是我從小的一種心願吧 所以呢 我後來就 轉念學師後中醫 然後我的人所叫 心醫堂中醫人所 那心醫呢 其實是源自於那個 大家很不曉得看過醫道 醫道呢 他那個許菌呢 他期許自己是一個心醫 好 我也希望自己也是這樣子 那心醫就是 的含義的主要是 能真心真意的對待患者 具有憐憫與同情的大夫 好 這是我個人的期望 那我們今天來講這個主題呢 從心理上的致病 我先問大家幾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大家 那在座各位裡面有失眠的 欸這個很普遍 有失眠的先舉手 讓我大概看一下 來 1 2 好現場有舉12位 但是舉出12位 我相信至少是兩倍三倍 因為這個蠻普遍的 那 那 古人在兩生裡面 在致病裡兩生裡面 他其實講了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睡不好呢 要怎麼樣調 他就說 第一句話就是說 先睡心 對 先睡心 再睡眼 你心要先沉 硬要先睡 你眼睛閉起來 你才會睡得著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是 先閉眼睛 但是心裡都不睡一直在想 那還有 很有意思就是 很多那個 人所有好幾個 那個七八十歲的人 那個 一個先生太太 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都講一個 蠻傳神的話 他說 年輕人做大飛戲 無時間滾 吃到他都睡不著 這個很多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吃到他都睡不著 啊 年輕人無時間滾 那其實 其實你會發現 年老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放下很多一些想法 應該比較親近 可是發現 沒有 非常多人沒有 就是說 會煩惱什麼 當你小孩長大 啊 孫子有啦 你煩惱家庭啊 煩惱小孩啊 甚至會生氣啊 那這個是我們整理出來的一個 一個情緒 跟五臟六五的相關 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怒傷肝 怒傷肝的話 這個會引起什麼問題 投影眼花耳龍 那生氣厲害的話 就出現這個狀況 然後 那怨恨 怨恨 怨恨會傷到心臟 也會睡不好 那怨呢 容易抱怨 他容易傷到脾胃 我今天才跟一個患者來講一件事情 他說 我就說很奇怪 幫他開那個腸胃藥 他腸胎好好壞壞的 然後我跟他聊的時候 他聊一聊在眼淚都快掉下來 他說 在家裡照顧小孩 小孩有時候這樣罵 罵的話 然後小孩不順心嘛對不對 然後老公又念他 心裡肚子怨氣往肚子裡面吞 吞的結果就是他常常有會腸胞 並會髒氣 他跑不了 那我們這個情緒呢 譬如說我一個患者也是蠻嚴重的 就是說 他也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談 他突然跟我講說 他耳中風 西醫說他耳中風 耳中風就是什麼呢 就是耳朵突然聽不到 比如說也是耳朵 左邊耳朵完全聽不到 另外一臺耳朵就很大聲 那耳朵在西醫的治療 其實也是蠻困擾的 也是蠻難的 那後來他過來找我們 就幫他扎針 用針灸從頭皮扎針 他就蠻有意思的 一扎 耳朵開始突然聽得起 聽得到聲音了 但是呢 之後回去 過了兩天回來 他又耳朵 他又聽不到 那為什麼呢 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 他咬牙切實 他說 因為他先生有外遇 所以他非常生氣 那更氣的是 他說更氣的是什麼 因為他先生 外遇的對象 是他好朋友 他真的是氣死了 然後呢 那好朋友他說 你找漂亮的 沒關係 他找得比他還醜 所以他好生氣 氣到突然很多 聽不到 我跟他說 這樣好像不划算 其實這個情緒的問題 我想 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處在 工作 或是生活 或家庭 我覺得家庭的部分 其實占很大的 不管是先生 先生 太太 家庭 小孩的這些問題 就是我們常見的 那這個歸類 只是一個大概 但是我們從中 可以看到一些問題 那你怎麼記呢 怨恨 很好記喔 怒 都不要有 然後呢 煩腦 這是兩個東西 那 腦呢 就是 記仇啊 有不記心啊 那 對人記仇 記到電視劇 不常演嗎 記到吐血嗎 對啊 就是那個肺啊 肺出 肺出問題啊 吐血啊 然後煩傷腎 容易煩啊 對不對 煩躁啊 焦慮啊 什麼的 那 這個也蠻有意思 我今天跟一個患者在聊 我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他說 對耶 他 他最近都常常在煩 煩小孩 煩一些小孩 功課 他先生的事情 但他腰很痠 然後下腹呢 複刻部分 就有點悶悶不舒服 所以 情緒的問題 引起的 老病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多 那我們怎麼樣化解這些問題 當然我們通常現在醫學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很多疾病 他有一個明確的 他認為有一個明確的原因 那這個原因呢 他必須要一個明確的藥來治療 所以 在這個架構 現在醫學的架構下 其實把人跟精神脫離 那也就是說 當然很多醫生 包括中醫師都知道那個 情緒熱身有影響 但是其實真的在治療上來講的話 心理上的影響 這個區塊 似乎是我們大部分 不會去幫患者疏通 或做疏解 或被開導的 那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嚴重 這個很普遍 所以很多病情反覆呢 其實不是醫生沒幫你看好 你會發現有些 不管是中醫師有些疾病 你的症狀都可以緩急 但是你會發現他會很反覆 因為你的情緒一直在這些層面裡面 一直沒有解開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去注意 那我另外再給你講 一個情緒的影響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也很經典的 在美國他們有進行一項實驗 就是說 西方醫學校在做實驗 他們做一個實驗組的對照組 實驗組就是說 對照組就是說 有一個就是他真正在西關節有開刀 用那個關節進去 然後把關節腔裡面的一些東西 把它清安靜 做修復的動作 然後取出來把傷口縫起來 但是他們同時進行的一項實驗 但是他們同時進行的一項實驗 在西關節呢 只在這個地方 那個表皮各一個洞 各一個洞 各一個洞完之後 然後就把它捅起來 那也就是說 他沒有真正去把這個關節做一個 修復的一個 治療的一個動作 大家如果從這角度來講 大家會覺得這會有效嗎 不可能有效嘛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呢 後來結果發現很驚訝 做假手術的 就剛剛只是畫一刀再把它縫起來 效果特別好 畢股群都不夠好 因為反而沒副作用 就是這樣講就是說 一樣是很有效 那這個讓我們覺得很匪夷所思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心裡 我們心裡所想像的東西 其實會讓我們腦袋 呈現出一些反應 這些反應 遠比我們所理解的更深遠 更大 所以心裡鳥髮有沒有效 肯定看起來是非常有效 但這個必須有些前提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這樣 用這個方式的話 今天一個患者來 我給他開個假鎖住 開刀 然後後來弄起來 患者如果說 他好了 他當然 他可能不知道 他好了 你要說我做假 沒有這件東西 他會覺得很驚訝 那到時候反而他會告你 醫療的欺騙 或者說他真的沒有好態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 臨床的實驗的方法 我們來探討這個問題 但是發現 但實際上我們 在醫生在開藥啊 或自病的話 我們不會做這個東西 不可能這樣做 因為 在醫學上 論理上 我們也不能這樣做 你做假手術 或做拿假藥給他 但是我們從這個歷史 可以看到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種問題的影響是很實在的 其實 其實在美國 他們在做藥丸 給民眾服用藥丸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些心理上的調整 這個藥對某個疾病有效 他們做更高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個藥丸是紅色的 可以讓你提神 藍色可以按安神 鎮靜劑 所以他們很巧妙把這個顏色 我們的印象中 我們對這個顏色 更賦予我們意義的這個概念 把它放到藥丸裡面去 所以他已經無形中 藥丸西方醫學他們已經 他其實有點否認這個東西 否認這個東西 但是他們其實 但是他們又偷偷的 把這個方法 也把它灌輸到民眾 無形中 加速到民眾的 生活上的一個使用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在治療上 其實有幾個方法 治療的方法很多 除了打針吃藥開刀以外 大家剛剛已經知道 心理療法對我們 影響很大的方法 那我們如果說把這麼多的治療方法 人生病的原因其實很多種 我們沒辦法把他規列說 一定不一定就是 今天就是細菌感染 他的發炎是一種必然性 但是 我這臨場上 我這場就遇到很奇怪 我有患者他們說 他沒有 似乎沒有那種傷口 可是他就有蜂窩性組織炎 但你會覺得應該要 應該要有蜂窩性組織炎 但是似乎 找不到他明確的一個 一個現象 一個傷口之類的 這是一個舉例 當然有很多 很多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 治療的方法 我們大約把它分成六個層級 六個層級 我們這樣可能可以 比較多思考說 對我們身體的影響 有哪幾個方面 那第一個層級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就是修復層 修復層就像剛剛一樣 你緊急的時候 必須去做一些手術啊 一些急症的治療 第二層就是化學相關 就是彼此醫藥 那純粹要一個治療 那這個不涉及 不涉及心理層面 第三層叫意識層 也就是剛剛講安慰劑效應 所以為什麼安慰劑效應會有用 就是說我們對這個療效 我們相信它有效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療法 你心理固定它一定很有效 所以你腦袋就產生反應了 它就開始自我治療 這是我們把它分成三層 大家有沒有發現 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 到第三層好像更深一層 那第四層叫能量層 那能量層的話 能量層的話 它這個就比較高了 它那個可能跟生物光子 生物光子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們每個細胞 不管是任何植物 動物或人類 每個細胞都會發 研究發現都會 都會釋放出一種光子 這種光它是一種高度的一個 一種協調性跟一致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訊息 跟我們同類的 或是說某些生物做一些溝通 做一些訊息的一種調整 它這種訊息的調整 可能可以讓我們身體的能量長 產生一個協和和協的作用 在這個作用下 我們身體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像有的那種練氣功 它為什麼會有效 因為氣功它也沒吃藥 對不對 它也沒動什麼 但是它可以調整 你可以從 大概從這個角度來試 中醫療法 我為什麼把它通在這一層 因為中醫的治療 它其實 我們常講 中醫的治療就是 陰陽平衡 把陰的能量跟陽的能量平衡之後 身體就比較不會有很多一些毛病 你的陽抗分的話 你就會恐怕吃得到火氣旺 對不對 那陰的能量不足的話 會有虛火產 也會睡不著 所以中醫的調整 包括你針灸 你針下去 其實你又沒有做任何其他的 給它吃什麼東西進去 可是一針進去之後 它的能量開始調整 我們可以把它預設 一定要把它打破 把它預設 用一些廢氣 不好的東西 它自然能透過這個針 把它排掉 所以中醫有一個補泄 補不好的能量進去 然後泄把不好的能量把它泄掉 如果在座的 聽說你們 如果有接觸過中醫的治療面 大概就知道這個概念了 那順刺療法這個東西是比較特別 我想這個 我大概提一下 不然講下去會很多 因為順刺療法它的治療方法很特別 它是用一種訊息的方法來治療 也就是說 它拿一個藥物 這個藥是天然的 可能是一個植物還是什麼 然後 這個藥物給它稀釋 稀釋 比如說你用一份 一份的這個藥 九份的水 把它合在一起 它就變十分之一了 對不對 融入十分之一 然後把它搖一搖 然後它產生能量 讓它共振 然後呢 再 再 然後 混合之後呢 你再把這個東西 再取出十分之一 出來之後 再跟純的水 再混合 也就是說它不斷的稀釋 不斷的稀釋 稀釋一百次之後 基本上它裡面幾乎沒有任何的物質存在裡面 沒有任何元素 可是呢 它竟然有致病的效果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 講的大概是這個東西 再來的話 一一關聯成的話 它其實 很多我們會經常平床 常常聽到一些奇蹟 奇蹟就是突然間它身體 得了癌症腫瘤慢慢變好 那慢慢變好這個是其中一種 為什麼會發生呢 就很奇怪 那我想我們後面的探討 也會探討到這個部分 這部分我們會覺得說 你奇蹟不見的人 會發跟我們自己身上 對不對 但是 我們其實人都會有本能的希望 願望就是說 如果真的我 不舒服了 那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會有一些 都會期待的一些奇蹟嘛 把他們自己能夠一些 不夠調整治療 那這個部分我等一下會帶做深入的探討 那最高層的話 大概是所謂的靈能 也就是說 鬼人相信有神佛的 有信仰的人 會相信有神 有佛的一個層次 這個 這個沒辦法用科學來解釋的 那我們其實在調整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最好不要特別重視 不過你看不起後面的其中第三層 或第四層的某些心理療法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在身體的調整 其實是 必須全面的 像我剛剛講 我那患者 我們看藥或針灸治療 都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他為什麼反覆 你不從心理上去去幫他做調整的話 這個部分其實效果無法持續 甚至簡單講 你是無法根治 所以 我們在調整過程當中 希望說給大家這樣的概念 因為大家通常聽得到就是 健康食品對身體多好 可是現在也都很常常知道 然後說吃什麼藥物啊 比較好之類的 但是你會發現很奇怪 吃的東西對那個人有效被引發 有效反而是障礙 搞不好越吃越重 所以 在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整個架構 跟大家講完之後 是大家能夠把這些問題 我們是希望說不把人當作機器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的身心靈啊 心理上的需求 心理上的一個 達到一個境界的一個滿足 也都同時達到 因為這樣的話 對我們的身體療癒 他才是全面的 那這個是古代的一個圖啊 他講的是皇帝求道 問道的一個圖 那他問誰呢 他是問這個 這個人 這個呢 他是一個古代 我們可以稱之他為先人 皇帝呢 他統統一中 統一那個中華之後 然後他 他在位呢 就是 統治整個國家 然後到 統治了幾年之後 後來他就聽說呢 在一個空銅山上 有一個先人 叫廣城子 他是一個得道者 我們可以稱他為抉擇 然後他想去請問他 什麼叫道 怎樣可以長生不倒 因為你有權有勢嘛 通常現在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有錢 有權 有勢的時候 你想要把這些東西 保持住啊 都會想到是什麼 身體健康 所以那個 親死亡才會想要 想要 掉虛弧去外面那個 幫他求他 長生不倒的先安 那其實這種 不是人性 其實都大概差不多 所以當你有權有勢的時候 你會想要什麼 更深一層的 能夠永遠 保持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他就是 當然其實皇帝他的想法 不只是這樣 他真正他是一種 求道的心 他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問管恩子 管恩子跟他講 這個道德的意義 然後這個道呢 是非常今生為妙 渺茫黃 非常深奧難解 所以 你要怎樣 那個 能夠感觸到這個道 最原始本源的東西呢 你必須做到幾個要點 這幾個要點很重要 大家可能 想做筆記 可以做筆記 尤其是後面我講的 就是這八個字 暴神以盡情將自證 前面就講的是說 無視無聽 不要過度的看到 聽到很多東西 你去凝望自己的心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的網路媒體 很多 通常有患者啊 朋友跟我說 這個養生的方法好不好啊 然後就訊息一堆啊 然後你會發現 這些訊息怎麼 剛好前後相好 到底你要遵循哪一個 這個很常見 你我自己都差點都搞混了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面積 其實是很多 所以我們其實 真的應該做到 無視無聽 這個心神一定要先鎖住 不要被很多訊息 訊息誤導 因為真正很多 網路很多訊息 真的是 我估計的結果 大概超過一半是錯的 真的真的 很多是錯的 很多養生訊息 有患者問我 我都發現 觀念都不對 那 那 無視無聽 報神已盡行相自正 其實 我現在弄的這一段 是所有中國古代養生 精華智慧 包括 這麼講 包括養生 包括 包括 有的你修道 包括你的治病 所有的方法都在這個精華裡面 所以古人在講東西其實都很精妙 他把幾個字講完了 然後要你自己去悟 所以古人 古人都那個東西都寫在那個竹箭上 他不會寫太多一些廢話 所以就把那些精華都寫進去 那這裡呢 就講到了 報神已盡行相自正 你的心神必須保持平靜 你的肉體自然就歸正 這就是 這句話是 我覺得是關鍵 那要怎麼樣達到靜呢 他就說 必靜必清 無勞如行 無謠如今 無失欲隱隱乃可以長生 意思就是說 你心一定要清靜 不要過度勞累你的行體 不要過勞 無謠如今 你精神不要太過於動搖 或說耗損你的精氣神 那個精 你的能量的東西 然後不要想太多 不要一直想說 拼命的賺錢啊 錢不夠用啊 拼命的賺啊 都不讓自己休息之類的 將乃可以長生 然後呢 後面都講了就是說 目無所見 而無所聞 心無所知 乳神 將手乳行 行乃長生 跟前面講的其實是一樣 就是說你眼睛 看的東西 你不要把它真正當成真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虛幻的 耳朵聽到的話 你還是要 還是要想一下吧 那 聖乳內必如外多知為敗 這個就是說 你要往內修 往內找 找你的內心 你不要往外去 尋求一些靈丹妙藥 那些健康食品 你再吃一堆 或是說你 一定要吃很多藥才會 身體才會 康復 其實他講的不是 那種東西 他其實從內心 要去著手 多吃的話 你知道越多其實是 會擾亂你的很多判斷 所以 他正在講的 我守其一 他守那個道的原理 所以 他活了一千兩百歲 那 古形非常不衰 然後大家覺得很奇怪 這真的還假的 活了一千兩百歲 可是實際上 在古書的記載 他們的講的東西 其實是真實的 因為 古代的講的東西 因為 年代久遠 我們現在無法理解 我們可能會把它視為神話 那 實際上 大家想 一千兩百歲 他長什麼樣子 會不會說 那個鬍子很長啊 老太隆重啊 其實不是喔 因為這個廣城寺非常厲害 他跟皇帝在對面 在對談的時候 他說他活了一千兩百歲 可是他看起來像 他三十歲很年輕的 是這樣子的 然後 後面的 皇帝內心就是 綜藝的經典 他裡面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蠻重要的 是讓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 皇帝內心講一句話 他說 所以年能皆度百歲 古代的人 在上古時代 上古時代 至少是 中華文化五千年 在更早之前 這是我們 比較難理解的一個年代 以前古代能夠活到一百歲 幾乎 他的平均說明是一百歲起飄 所以呢 在那個什麼 動作不衰 不會說 老婆婆 經常都看得到這樣 就是 就是走路啊 什麼行極啊 神智是非常 非常清醒的 非常好的 那為什麼呢 以及德權不違 德權就是 他們的道德的部分 心理的要求 心性的要求 是非常的 他們是非常重視的 跟我們現在的想法 其實是不一樣的 當然 當然其實也包括剛剛講的 很多一些養生的方法 他們其實也都具備了 所以古人呢 他其實也重視到了非常多的層面 然後再來的話 我都講一些那個 癌症的例子 因為現在癌症的人 癌患率越來越高 那 大部分的就是 醫生講說得了癌症之後 那很多人就說 那個醫生宣排癌症之後呢 心理長生極部的恐懼恐慌 那 其實蠻常看到就是說 醫生可能宣判六個月 他回到家之後 心理上的那個 那個衝擊跟那個挫折 大概 可能大概減少他一半的壽命 很多常常是這樣 那 在接受一些 這麼多的一些治療下 身體的 的狀況 都會比較糟 那 我現在舉的這個例子是說 讓大家看一看 也沒有可能 有些奇蹟的出現 我覺得我們可以探討這樣的問題 那這裡就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現在舉兩個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看 有一個21歲的女性 她複複長一個很大的腫瘤 淋巴結也出現轉移 然後鎖住化療啊 所有該做的都做了 然後呢 她病情沒有好轉 那醫生也宣發她 可能已經沒有希望了 但是呢 有一天她突然感覺到 內心亦無所恐懼 亦無所懼 她開始感到從外面來觀察自己 好像這一切都跟自己無關 我會用這個黃色的自己標出來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幾個點 跟可能的奇蹟的發生有關 但這個其實也是跟我們心理上的一個 自我療癒的一個方法 有很大的關係 第一個她開始 不想為這個疾病痛苦 所感到猛懼 然後她使用的 採用的一方法就是 有點像是一種分離的方法 你這個漏你痛苦 但是 我們把我們的心神 暫時讓她脫離一下 不要去想著這個痛苦 所以我們臨床也發現 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很痛 你一直想那個痛 結果那痛的指數就更高 你就特別感到痛苦 所以這是其中一種 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 她也就覺得說 這個過程呢 她也曾經想過 白髮人送黑髮人 就是她父母會很傷心 所以她只是不想 因為自己的死 讓他們傷心 所以她也很好 因為她也想到 她父母不希望傷害任何人 尤其是她傷害她 最親愛的父母 所以呢 結果呢 在這段期間 她可能看了一些 以前的照片 或說以前那個 一些 這些舊的照片 會讓她覺得很歡心 很舒服 然後結果她 只是這樣的念頭 一轉變的話 她改變她的內心的一個想法 結果 過了幾年之後 兩年之後 她覺得 她好像沒有什麼毛病 沒有像以前的那些 病症的表現一樣 結果她覺得 好像她自己好像好了 結果後來她回去醫院 做檢查之後 結果腫瘤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那當然她這兩年內 她其實沒有接受任何治療 因為在座瘤就已經做了嘛 所以座瘤也沒有效 這是其中一個案例 然後第二個案例是 一個日本的一個教授 她在65歲退休的時候 她發現她 醫生發現她肺部長了腫瘤 那當時醫學認為她是無法醫治的 紀律是零 那算一算她可能只有六個月可以活 結果呢 這個教授呢 她其實 她用不同的態度 來面對這樣的一個人生 因為那個大部分的人 像剛剛講 都會整個情緒啊 各方面是很不好的 可是呢 她是用比較積極的態度 面對她的生活 她重返她的那個研究生活 研究生涯 她希望把她最後的那個 生命的餘光 貢獻在她所專門的研究領域 她的研究領域是 因為她是動腦 是動脈瘤的一個專家 所以她希望把這些 這些研究成果 能夠留給後人 她覺得她有必要 有必要再把這些知識 投入於這些研究計畫 以免她的知識失傳 所以 你可以發現這個教授 她人非常的慈悲善良 她希望說 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好的技術 能夠幫助到這麼多人 她希望這個技術不要斷掉 所以她在從事這樣的計畫的時候 她也探討了生死的問題 她對佛教哲學她很有興趣 所以她思考了很多 佛教的一些 出現傳承的生死觀 生死觀其實包含了 剛剛那個講的很多一些 生命的意義的一些問題 那 還有她背後隱藏的真理 就是所謂的佛法 或是說一些 一些道啊 一些深層的一些 內涵的東西 但她心中非常開放 她沒有那個 關起來就是 與世隔絕 但是她 她也心中開放 跟周圍人還是很有互動 非常友善 非常好奇 而且重點是在這句話 她對於自己所擁有 跟得到的心 得到都心存深深的感恩 這個感恩的心其實是非常重要 我們在心存感恩的一個善的念頭裡面 我們身體其實會有一些 能量的調整 如果你不感恩的話 其實都可以感覺到 那 這是她做的一個方法 結果時間過了 六個月 時間到了 結果 她的病情 竟然沒有惡化 接下來幾個月 沒有明顯變化 也沒有好轉 也沒有變差 但最後那個 醫生宣辦教授 只能活一個一個月 最後她過了 一年就九個月之後 腫瘤就完全消失了 結果後來這位教授呢 活了十三年 她沒有 她結果反而是死於另外一個疾病 不是死於她的那個 肺的腫瘤的疾病 所以到她去世之前 肺腫瘤都沒有再出發過 所以呢 奇跡是怎麼樣的問題呢 奇跡其實是這樣子 她沒有違反大自然的原則 而是違反我們對大自然的理解 我們對大自然的理解 其實是建構於哪些東西 大部分建構我們現在所學的理論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一個思考方法 現在的研究方法的思考是 現在科學的架構 但現在科學架構發現 它其實能夠解釋 能夠定義出來 能夠觀察到東西其實非常有限 很多科學無法解釋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 當我們把這些眼見為憑 看到東西把它定量化 能夠規範到我們的思維裡面的話 如果說你把所看到的東西 當成是真實的 不看到的東西都不相信的話 那其實你拋開了很多一些 你更多沒有認識到的一些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講這些 心理上的這些東西 其實它也可以做驗證 但現在的驗證是說 譬如說它把抽血 開血液的成分 看它荷爾蒙 看它神經傳導 可是實際上在這個東西 在更上面一層 其實它的運作 可能不是我們現在講這個東西 因為你的神經傳導 你的內複密細胞 它只是最後結果下的一個 表象的顯現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對自然的理解 其實比我們想中更少 所以這句話我覺得 大概也表達了真正的一個意思 所以其實要發生了很多方法 但是基本前提 你大概可以這樣講 接受跟感恩 當你面臨一個危急重症 尤其是癌症的時候 你必須講坦白話 你必須面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是很殘酷的一個事情 但是當你接受 你現在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你才能開始啟動你的內心 開始做調整 如果你一直隱晦 一直不去面對它的話 你沒辦法做一個調整 所以那個安慰劑的研究 它顯示患者不去 這個就是說 安慰劑的效用就是剛剛講過了 所以基本上 最後能夠幫助患者本身的 就是那種堅定衛送 懷疑蒙蔽的希望 其中最重要的共通點就是 重獲自主權跟再度自我負責 這個就是剛剛看到那兩個例子 其實也提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重獲自主權跟自我負責 也就是說 當你生命在末期沒有希望的時候 在走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很多人都先透過醫療醫學的協助 但在這個情況下其實是給醫生 你的主權是放在醫生那裡 那當你主權放在醫生那裡 醫生要給你一個答案 是很不好的答案的時候 它對你的心理的衝擊 對你的生命的延續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怎麼辦呢 你必須會自己負責任 找出自己一個更好的 能夠調整自己的步調 能夠讓自己活下去的一個方法 所以前面這兩個人 他其實也是做到了這一點 我們在治療上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人在治療癌症 網路上也看得到這些訊息 或是你的親朋好友都會遇到的 通常大概有用三個方法 一種是防禦跟作戰的話 就是說你的心態樂觀的 堅定的求生意識 如果你要活下去 為了自己 為了可能家人什麼的 或者他本身是比較 轉背包圍的樂觀 就是一個 用自己的一個心態 來面對家庭的疾病 那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有些人經歷過一些奇跡 甚至像神跡一樣的一些東西 他感覺到他好像 有一種神佛的恩典的一個概念 他們會認為說 這個疾病是對自己的考驗 所以他們不把這個疾病 當成是一個很 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一種心念的轉變 把事情往好的方向起來 那所以他可能 有的人他可能對他的信仰變得更加堅定 或者是他重新找回 他以前信仰過的東西 重新再抓回來 內心再重新建立起來 第三個原因也很多人常在使用的方法就是說 身邊的原因其實都在一件事情 群運是一種自我蜕變的經歷 像剛剛一開始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增氣會導致很多一些 升級的變化 所以這邊要找一個方法 能夠調整自己 還是在於你要對自己負責呢 所以方法是什麼 有些人做的方法是 徹底改變生活習慣 並發現靈性 也就是說心理上的一個 重要性的一個生活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也會自然全運 是他們用這個方法的結果 是他們重視心理療法的一個副產品 也就是說 簡單講就是說 他們認為 必須改變生活習慣 改變心理狀態 是這樣子 所以呢 自身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每個人走的路可能不太一樣 某位患者 個人療癒的關鍵 對另外一個人可能不關緊要 這個就是說 大家常常 就像我剛才跟大家提的 很多人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一些 比如說癌症 你吃什麼有效 吃什麼有效 我一個患者 他得了一個 乳腺癌 然後呢 就是有一次我 我就跟他提說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寫說 多磁地管液 對癌症 好像對癌症的幫助 然後他就忍忍地給我回答一句話 他說 我每天都愛吃 我還是得入入癌 對 因為他也覺得這個好像很健康 可是對他癌症的幫助其實很大 所以很多方法 你會發現為什麼說這個方法對他有效 對這個反而沒有效 其實每個人的情緒不同 同樣的這個疾病 比如說你今天你高血壓 高血壓原因可能其實很多種 而不是說我們治療 就把血壓降下來就好 心臟不好會引起高血壓 我臨床上就看到 也遇到幾個例子 就是說 他心臟比較不好 那 他血壓會飆到180 我一塊就飆到180 也會飆到160 然後呢 但他心跳竟然只有50幾 然後結果呢 他吃降血壓 一吃他心跳無力 那個人更無力 很倦怠 疲倦 提不及進來 他根本吃不下那個高血壓藥 可是他不吃心裡又很害怕 會不會得重工啊什麼毛病 後來呢 我們就幫他調 就把心臟的功能調好之後 症狀好的人過不到一個月 他血壓就穩定 心跳也好 180就回到140以內 所以其實因為 就說他的原因其實很多種 我們要看的不是這個表象 表象的症狀 症狀他其實只是代表你內心 或者是你身體的某些關節 某些地方失衡 所以 真正在治療疾病 他是應該全面關照這個人的身心 身體跟心理整個失容的狀態 你這樣才有辦法真正調好他的整個病情 所以呢 很多人 很多人現在很多研究想說 怎麼克服癌症要怎麼做 結果很多研究者找不到簡單的答案 因為根本 本身根本就沒有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因為原因不同 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每個人能夠做的就是說 這個路是沒有參照的 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 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真正的問題的核心的路 所以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說 你恐懼絕望的時候 你的自然免疫力一定會下降 但是你對這個病情康復有希望的 抱有希望的態度的時候 他可以提到你療癒的機會 就這一點呢 我後面提出一個 現在醫學的論點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日本的一個醫生 叫春山冒雄 他寫了一本書叫《腦內革命》 然後他裡面提到一個就是說 當你一個很生氣的時候 或感受到很強大的壓力的時候 你的頭腦會分泌出一些 一些荷爾蒙 這個荷爾蒙呢 他是毒的 非常毒的 大概有多毒呢 他們就評估一下 他的毒性大概跟蛇毒一樣毒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喔 不要常常亂生氣喔 生氣你就是用 你自己來毒殺你自己 所以你會發現生氣的人 身體都不太好 身體還是不會好的 然後強大壓力 你常常處在一個緊繃很強 當然有一點濕度壓力 會不會讓我們可能 做事更有乾淨 或說對我們是有促進作用的 但是你無時無刻 儲存在一個強大的壓力 其實他對身體的傷害非常的大 雖然他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微量非常微量 但是呢你常常處在這個狀態下 他反而會讓你那個 重疑 反而會提早腦化 加速死亡 我們現在不是常聽到就是說 吃某些東西 他可以那個 他有花青素 然後他那個可以抗氧化 可以抗腦化 聽起來非常美妙 非常好 然後大家就開始就買這些東西啊 所以商人知道很多商機 可是大家沒有注意到一點 如果說大家看到這句話 你會發現 你吃那些很多認為健康的食品 都常常生氣壓力又很大 你就是在毒害你自己 所以吃那些東西的效用 其實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要吃那些東西呢 你倒不如說 你把心情啊 情緒啊 各方面把它調整好 這方面的效果 應該會比你吃那些健康食品更有效 所以呢 後來民主有發現 你如果常常保持微笑 想好的話 你的腦袋會負面一種荷蒙 這種荷蒙叫腦內麻醉 它是 腦內麻醉其實是一個概稱啊 就是說 身體會負面出很多荷蒙 好的荷蒙 那這些東西呢 會讓你保持年輕愉快 擊退癌細胞 甚至還會有一個什麼效果呢 你身體有一些淤色的能量 淤血 你好的情緒的一個狀態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打通 也就是我們講的 活血化於同位樓的淤淡法 其實你的好的信念 其實可能也有這個效果 這個其實研究可以證實出來 其實很多東西其實不是我們 沒辦法理解 因為其實都證明出來 只是我們要去找出來就知道 然後再來呢 我再提到一個就是說 古代印第安人他們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他們認為說 同一個群體的人跟人之間存在 有不可見的一個聯繫 就好像說你的村莊呢 它像一個有積極 那個療癒的不是只有個別的患者 而是來自於整個群體的治療 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概念就是說 他們整個村落裡面 如果有人的一個重病快掛掉了 他們不會想說 只是這個村人他個人的問題 他們很虛心的認為 他們其他人都該付一併的責任 所以他們在治療的時候呢 家族的成員全部都會到場 左林右舍也會一直過來 全體村人有時候會一起參與這個情況 如果說病情沒有好轉 大家不認為是他個人的問題 所有村民都認為自己也在負責任 所以呢 當然像剛剛一開始講的 活動患者 氣到那個 現在外遇 結果氣到他自己耳朵中風的 其實當然他現在也要負責任 他自己可能也要負一些責任 那不是講他 就是說 講不我們的話 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我們自己的身邊其實 正常講 我們現在的身體輸出 有時候是常常是先生的 跟激活生態的分析 所以這個在整個處理過程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重一個東西 就是說 剛剛他們是講出過的一個意思 在家庭的和諧其實是非常關鍵 非常重要 如果說你今天那個小孩子啊 常常就是 會哪裡生氣啊 那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生氣來講的話 動人身體毛病是跟小孩沒關係嗎 其實整體都有關 所以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呢 國外他們有一種方法 就是說 一種群體的一個治療 也就是說 治療的時候就像這個 就像這樣講的這個例子一樣 他們會整個家族一起 來做協調 來做調整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一些事情 家庭和諧也是其中一個條件 所以 有一個人 人類一百多歲 或者一百三幾歲 有人問他說 你的長生的例子是什麼 他講的簡單一句話 家庭和諧 這當然是他的經驗 他的體會 他每個人的 可能他的重點不一樣 但他其實這個也倒是一件事情 但這個 這個例子其實也是講到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們凡事辛苦感恩跟寬恕 對我們的病情療癒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們對美啊 感謝愛跟喜悅的想像 對客服也沒有其實很有幫助 所以感恩跟寬恕呢 重點在這個地方 寬恕他人也包括寬恕自己 我們其實在原諒別人過錯的時候 就是要原諒自己 我今天在跟患者在溝通在聊的時候 因為他有的患者 因為他剛剛肚子脹氣 然後他年輕的時候 怎麼吃都不會胖 然後現在他說 連呼吸空氣都會變胖 也會沒有水都會變胖 他怎麼收不下來 然後他心情非常盪 然後老公就是 通常對他就是指責不罵這樣子 然後他覺得他有忍心 然後講一講 眼睛都快掉下來了 那我就跟他說 其實喔 你老公雖然可能看起來對你不好 但是 你沒有原諒他 你不原諒他 我們暫時講不要 暫時這樣講 你如果暫時不原諒他 好 你先不原諒 先卡斷 你一定要去原諒你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的內心 我們這樣的情緒會造成我們自己的痛苦 所以我們其實 先不想別人的話 我們先想自己的話 我們先讓自己寬心 因為沒有人是希望自己那麼痛苦 所以寬恕別人 但是我覺得寬恕自己 也寬恕別人更重要 因為有時候別人對你不好的事情 其實是你對他不好 所反射出來 所以常常你自己調整好之後 他也會受到你的感染 他對方也會變得和善 也會變好 所以 其實 總之一句話 我們要調整自己內在內心的一個心境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長期跟人家對抗 不管是情緒上 或做一些東西的對抗 通常跟人家對抗 會持續讓我們的身體自我和諧 持續和諧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能量系統 整個狀況都會失衡 然後呢 在古代夏威夷的文化裡面 他們有一些治療的方法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都舉古代的例子比較多 其實在那個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我們講原住民 當然 在國外來講 他們有一些 比如說印第亞人 或古代夏威夷的一些傳統 因為傳統附落 他們其實發現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比較善良的 比較純善 他們對整個外界的那個 物質慾望 還有一些仇恨其實比較少 他們其實重視著更多的是心靈上的一個 一個調整 所以 我們其實如果說一直 一直想這個藥物的治療的話 我們沒辦法去觀照說 這個心靈上的一個 一個效用 所以我們從這個古老的一些文化的意思裡面 我們會找到一些重點 這個動員可以給我們多啟發 所以在古代夏威夷的他們文化裡面 他們就 有認為 他們認為一件事情 只有我們內心 唯有我們內心裡服從神秘觀點 各種情感的那個古老部分 這個就是說 在任何民族的古老文化裡面 他們有一個他們深信的一些 可能一些 神話裡面的一些傳統的一些 好的一些觀念 那 你相信古老文化裡面的一些 這些思維 打根本的相信完全 完全不會懷疑 在這個架構下 你的身體的療癒才有可能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讓我們深層的自我 就是我們自我本性的東西 我們必須相信 我們自我本性的東西 必須相信 我們一定會療癒 會治療痊癒 你這樣的話 你的身體才有可能 痊癒 所以在古代的夏威夷 他們發現 他們的處理方法 第一個就是 要檢視自己的生活 看自己有沒有做不好 自己生活 看自己跟那些 對別人有沒有說 虧欠啊 或是跟人家爭吵啊 這些衝突 一定要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你解決的時候 你把這些 外在的問題 先解決掉的話 如果說還有哪些沒做好 你一定要先處理好這些問題 最後呢 祈求寬恕 同時也寬恕自己 是極為重要的 還是回到這個重點 祈求寬恕 剛剛講的 不只是寬恕別人 重點還是寬恕自己 這些東西 該做的都做了 他的治療儀式來開始 治療儀式 到我們現在來看 可能是 一些 像巫術 巫衣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們 用這樣的觀念 來看待他們 其實不太好 因為會使用 用我們的一個 優越的態度 來面對他們 這樣的概念 其實是不好的 那其實 它其實很傳統的 一個方法 那說個明確一點 這個就是 將比較那個 他們的方法 就是說 把你身體 比較理想狀態的 身體健康的 一個圖像 一種想像的 一種 身體健康的 一種圖畫 這樣這種圖畫 然後 讓這個患者 能夠相信 這個東西 他會實現 他們的方法是這樣子 結果呢 有些患者呢 就襲擊時的 可能一兩天突然 重症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 重點是在說 我們 對一個 這個治療的痊癒 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他一定會深刻 堅定不移的補信 完全相信他會幫助你 所以這種內心的那種 堅定不移的信念 其實是很重要的 如果說 你今天對這個 嘴巴說 我相信這個 聊這個方法會治療好 嘴巴講 可是心理上還是 內心深處還是覺得 其實沒有用的 結果反而 結果還一樣是沒有效 所以內在的相信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在做 現在講到這裡 差不多快結束了 大家聽得很辛苦 那 我等一下那個 最後再跟大家講幾個 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在治療呢 醫生在治療的患者 其實都是像一個 表演一樣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剛剛的那個 夏威夷的方法 或說印第安主他們的治療方法 他們可能是一種儀式 祈禱 或說一些打鼓 那 在這個氣氛下 融入這個氣氛下 他們內心得到一個寬鬆放鬆 他們開始達到一個 能夠治療的一個階段 其實我們現在在醫院的開刀手術 其實跟古代的那種儀式 其實是沒有兩樣的 只是說時空環境不同 今天躺在那裡 然後呢 醫生穿著白袍 然後他拿著手術刀 還有複式這樣 整個消毒完畢 整個做一些手術 其實他這種儀式 從某腳後腳是一樣的 所以 在這個過程呢 你沉浸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相信醫生手術 能夠治療你成功 那也是一種信念的問題 所以在治療 我們在治療其實像一個 一場表演 我們在治療像一場表演 就是 就好像說一場觀眾 完全被演員 情節吸引的一種戲劇演出 其實我們這個治療 跟那個這樣也像 所以很多觀眾覺得 古老流傳下來的一些戲曲 特別感人 那是因為你的內心深處產生一個共鳴 你的心得到一個對應 然後 所以你在治療的醫術家 必須對自己的工作 對自己的講話 演出的力量 也有百分百的信心 就跟我們醫生 幫患者治療 你覺得你一定可以幫他治療 你有絕對的信心 這個意念其實我心中 會傳達給患者 他會知道 就像剛剛講的那種所謂的 安慰器的效益 患者 你的話語就會讓他確立 所以這個意思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不管我們看藝術的表演 或是我們在做 做凝聰的治療 看起來其實有點像 所以我們只有從我們內心深處 去選擇 選擇這個戲碼演出的方式 才能打動觀眾的心 也就是說這個導演呢 他必須真誠的覺得說 他這個東西對一般的觀眾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說我在治療上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對大家是有用的 那才是真正有效的 那在這個療癒的方法裡面 心靈的方中 我們在追求的方法很多種 看藝術表演 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種刺激的一個方法 讓我們體驗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現在的話說 放個影片 一分半個影片 讓大家先放鬆一下 聽清楚了 開始口腦疲法了 白天工作這麼累 還要過來聽課 很辛苦 I have traveled all over the world to 50 countries now and I have never seen a production any better than this anywhere 5 star I'm blown away It's blown away by expectations It was just a superior performance that truly could bridge the world through music and dance startling and breathtaking we have had quite an experience like that and all the years I've lived in super special for us I think that I've learned more in this performance than I actually do in a whole week of school The beautiful costumes and people just float the choreography is incredible and the storyline beautiful beautiful I've been to almost every show in Las Vegas and I think this is so unique and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our favorites so very uplifting very relaxing my blood pressure went down during the show it was very soothing I came here tonight I felt very dejected about getting raised and everything went on and this world an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I just felt now there's hope for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as well as for all of us collectively shin yun was more breathtaking more heart-wrenchingly beautiful more amazing than I had expected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it to words actually you'll be sad to come see it 那個美好的藝術演出 其實可以挑戰我們的心理 讓我們內心達到一個平和和諧的一個狀態 那剛剛那個 剛剛的那個影片 不是有幾個嗎 有一個那個 首席醫療 心理療關醫的醫師 他看完之後覺得很放鬆 他覺得血壓下降 他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觀賞藝術 對我們的影響其實是非常非常好 好 這是最後兩張同影片 給大家做個總結 前面講到很多很多一些觀念 那我們把最後的重點 總結個幾個地方 自我能夠全力調整的方法裡面 就是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就是說我們必須回到本性 這本性呢 我們可以引起到 中國人不是講道嗎 或說道就要講道 國就要講法 那我們追求古文 一直在追求道 那個境界是什麼 它其實是用我們的原始的本性 本能本性的一個東西 內涵的東西 我的本性是什麼 真誠善良忍耐 或是有耐心啊 之類的 寬容無私 在我們的這個本性上來講的話 我們通常很多一些 別人對我們不公平 我們長生的怨恨 長生的不愉快 我們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說 透過放下那些 心理上放不下的東西 真誠的懺悔 所以 懺悔什麼 懺悔我們 違反了我們的本性 我們先不要想別人怎麼樣 我們先關照我們自己的本性 這些真誠善良忍耐寬容無私 這樣的概念的本性 我們才能找回 真正自己內心 失去平衡的不好的東西 在我們懺悔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 把我們身體的心理上的垃圾扔掉 當我們把心理上的垃圾扔掉的時候 不好的能量不好的垃圾丟掉 在我們心理上會產生一種空缺 這空缺呢 我們在經由所謂的感恩 一個好的一個愛 感恩的一個想法 填滿我們的這個心理上的空缺 填滿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 讓這個心理達到一個高度的平衡 高度的一個狀態 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的身體 才有辦法自動調整 而且這種調整 會是自然而然的一個調整 所以我們保持內心清淨 透明乾淨的一個心 一個重點是 剛剛前面一直提到的 到誰已進行這樣自身 那你透過這樣的一個 處理方法之後呢 你的內心比較容易達到平靜 平和 你的身體才有辦法自然對著 這個大概總結我剛剛前面所講的一堆的東西 如果說大家再仔細想一想 會不會有幫助 我個人是蠻有幫助的啊 我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確實調整了很多一些東西 包括家庭啊 很多工作上的一些東西 我個人覺得效果蠻好 我現在跟一個患者來講這樣的方法的時候 他真的講到他眼淚掉下來 他就知道他應該怎麼做 所以 這是我所能理解的一個方法 我要特別強調是說 我現在講的東西就是說 可以說是我個人的一個 凌寵的經驗還有我個人的經歷 所以 就是讓大家參考 那我想是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最後呢 最後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這句話 不起而已 很重要 真正身體的調整 包括很多 我們看到一些神機奇跡的發生 他是無法期待的 你期待他一定會發生 我就是內心想說 一種執著的想法 如果說真的 如果人家奇跡能夠讓你 如期的發生的話 那就比較奇跡了吧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很重要 還是要放鬆 不起而已 要無求而自得 你的內心才能夠更更平衡 這個圖片看起來至少 對我來講是很舒服的 我可以內心平靜 就像是一個很美好的 活度的感覺 好 那我想今天的演講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我個人的 每年都會跟我去看一些藝術表演 包括一些比較好的典型的表演 像比如說神醫藝術場的一些表演 那他的水平道還不錯 蠻高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表演的演出 會讓我們得到很多一些靈感 一些感覺 那 台灣人 我覺得 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跟外國人不一樣 外國人他們可能很重 去心理上的一些 調整跟治療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從美國過來 他找我 我們在聊的時候 他跟我講句話 你們台灣人好像很喜歡賺錢 他說 而且好像很喜歡吃 有錢 我會去吃好吃 跟他 外國人好像不太吃 他們好像 吃的不會像我們 這麼豐富 那麼多 他們強調心理上的一個 治療 所以 每個人需求不同 但是我覺得心理上的重要性 大家剛剛 透過一下的演講 應該可以高得到一點感覺 好 那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 結束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好吧 先休息十分鐘 那休息十分鐘完之後呢 就是 給大家可以提個問題 可以問一下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疑問想問的 再做一個問題 好 大家先休息一下十分鐘